大批暗巡人员登船安检 不过这一查却发现船上有大批走私的N95口罩 安巡人员小心翼翼从船上扮出这一箱箱的纸箱 一打开全都是满满的N95口罩 尤其这批口罩全都是没有制造批号没有出场日期 暗巡队当下立刻将人船货物扣押 通知澎湖卫生局和官务署派员到场请点确认 这是什么样的口罩 一样N95的吗 经过清点一共有将近7.1万片的口罩 而船长辩称这批N95口罩已经过期 准备要再往里岛七美给乡亲自用 但七美的人口只有3000多人 便怀疑根本是要走私大路赚取暴力 在该船查获了大约有50箱的印有N95口罩 那因为它的制造以及来源不明 我们现在已经通报了澳湖县卫生局 由于这是第一次查获走私N95口罩 让相关单位是不敢大意 而地方人士也私下表示 现在大陆急缺口罩 走私到对岸可以卖到十几倍的价格 让不少人挺而走险 只是高达7.1万片的口罩 是要没收销毁 还是要分发给防疫第一线 还得等卫福部进一步做出决定 记者也为了我们澎湖报道 按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